哈囉大家好我是Sony 今天要來開箱2023年豐康超市的福袋 一個是299 今天要來開箱這兩個福袋 這兩個福袋很明顯的就是裡面東西會不一樣 因為它包不進去 這個頭 這個頭也太明顯了吧 這個福袋其實是網友推薦小女才書學錢 不知道有這麼多福袋 連豐康超市也不出福袋了 所以我們就買了兩個順便來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好奇或是對他們家福袋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袋子外面這一支是豐康超市他們的吉祥物 是一個微笑的廚師 首先就是這一支 放不進去的這一支 豐康他們自己的保鮮膜 30公分 加了保鮮膜快用完了 到時候可以用他們家的 然後再來 牙膏 抬眼的牙膏 抬眼神器的牙膏 白藍的洗衣精 面膜 好大罐的烏梅汁喔 960ml的大罐 沒有了 再來是 紅包袋 這個紅包袋裡面是有東西的 因為他們家有抽獎活動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先來看另外這一袋裡面有什麼 好重 第一個 就是豐康超市他們自己的密封袋 正貨 大罐的小蘇打洗衣精 重就是重在這一個 沐浴爐 這個 這個沒看過耶 這個看起來好特別耶 好想試看看喔 夯脆玉米 沒有了 一樣是一個 紅包袋 好香喔 都是這個洗衣精的味道 這兩個福袋裡面的東西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看起來都是以生活用品為主 像吃的部分 他就只有一包零食 那他的就只有一罐烏梅汁 其他都是用的 包袋裡面古古的放了一堆東西 好多張喔 看一下 首先他裡面有一張很大張的 這一張 這一張非常重要 他抽汽車 他的頭獎 是抽 Toyota的百萬油電車 二獎是抽一台重機 三獎是抽 風抗超是他們一萬塊的提貨券 四獎一千塊提貨券 五獎五百塊提貨券 這是他們家福袋 除了裡面的商品內容之外 提供的獎項 而且他們的獎項 非常的乾脆 就是讓你抽汽車或重機 或者是給你提貨券 讓你去買你想要的東西 避免說有些人覺得 抽到自己不想要的東西 不想要的東西 可是又是獎項 可是你還要想辦法脫手 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 可是他非常乾脆 他就是給你汽車 重機 或是提貨券 去買你想要的東西 風抗超市 他其實沒有每個縣市都有 譬如像台北就沒有 所以我買他們家的福袋 沒有那麼的方便 加上我現在又在台北開箱 那抽獎券怎麼辦 不用擔心 他這一張就是你的抽獎券 他上面就有編號了 所以你這張要留好 他們會直接抽獎 抽到這一張單子的號碼 你就中獎了 就不會侷限說你不是在那個縣市 然後你的抽獎券沒有辦法 即時的丟進去 你就上市資格 又或者是你不是每個商家都有辦法 做手機APP的那種抽獎活動 所以我覺得至少他這一點 做的還蠻貼心的 讓其他外縣市的人買到之後回去 你還是有機會可以對獎 而且他們的福袋只有3萬個 3萬個在現在的連鎖商店來說 算是少的 他如果3萬個福袋 還可以讓你抽獎抽汽車 非常大手筆 他們非常願意花這個錢 相對的分母很少 跟你競爭的人很少 如果你想要汽車 你就可以買風康超市他們家的福袋 試看看運氣 會比其他家福袋運氣還要來的大 這是我覺得他們家福袋最棒的一點 可是要注意 他們家1月13就抽獎了 1月13就抽獎了 過年前1月13就抽獎了 國立1月13就抽獎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風康超市的福袋 你現在就要去買了 不要等過年 那個時候 汽車已經抽走了 這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們怎麼會選在過年前就抽獎 福袋號碼在這裡 然後其他這邊 都是優惠券 可是這個優惠券就會局限 你一定要在他們風康超市使用 除了抽獎活動之外 他還送了蠻多張遊樂園的折價券 如果有遊樂園需求的人 你可以去買 因為真的好多選擇喔 有劍湖山 有九竹文化村 清淨農場 利寶樂園 可是它上面有期限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像利寶樂園它的期限是到 2023年的3月31 清淨農場比較久 是到 2023年的12月31 然後九竹文化村 是到2023年的1月21 1月21而已喔 可是它是馬一送一 難怪嘛 馬一送一 所以它的期限比較短 劍湖山 是到2023年的2月28 它給了蠻多台灣遊樂園的優惠券 所以如果想到的人 你可以趕快去買 就不用在那裡還等什麼 你要身份證有數字有多少的 你才可以享有優惠 不用等那個 再來這一張 是豐康超市 他們自己的 LINE團購優惠 團購結帳折價券50塊 單筆500可以折50 然後有好多個50塊 如果你藏在他們家消費的話 其實真的 用處還蠻大的 因為現在要過年了 很多東西你都會 要去採買 就會很需要用到 只是它有期限啦 可是它期限好短喔 它是怕大家毛起來用嗎 它期限是0年就是2023年的1月7號到1月13 總歸它裡面有好多張優惠折扣 就除了一張抽汽車的券之外 還有他們店裡面的優惠商品 四張遊樂園的優惠券 還有一張他們家自己團購的折價券 好多張 如果你會想要在台灣的那些遊樂園走跳的話 這個券你可以看看有沒有需要 又或者是你是常在他們家消費的人 你可以看這個過年 有沒有需要採買什麼東西 用他們的券應該會蠻划算的 這是他們家除了商品以外 提供的抽獎券還有優惠券 兩個都一樣 以上就是分享風康超市2023年的福袋 一個是299 裡面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用品為主 如果你已經開膩了吃了東西 你已經看了太多吃的已經吃不下了 那你可以看他們家的 他們家是蠻多日用品的 雖然說沒有到很超值 可是我是真的覺得 如果3萬塊的福袋 如果3萬個福袋 可以讓你投獎抽汽車的話 我覺得他們家是真的還蠻敢給的 這個是非常需要鼓勵的 不要讓大家的門檻都那麼高嘛 對不對 只是他在過年前就抽獎了 所以要的話就趕快去買 又或者是可能如果你過年後才買到 可能就是 基本上就是買他的這些日用品 還有 他其實有樂園的那些優惠券 看你有沒有需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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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